接下来呢 这个日期 日币类啊 它还有一些功能 什么功能呢 它可以除了过去当年时间以外 还能设置一个指定时间 什么叫设置指定时间呢 大家接着看 这里边有个方法叫做 sate方法 有概率有sate 点上一个sate 注意往上看 给我一字段 给我一值 给我一个年月日 是不是都行啊 我设置某一个字段的值 也可以呢 年是2011 有没有 我随便写啊 月是三 那这个日呢 就是十九 下写吧 能看懂吗 接下来我调一调是吧 这个叫二十好了 看个角色 行了 满事以后呢 我显示一下 2011年四月二十号 星期三 是四月二十号吧 我觉得我写三不就四嘛 我写零不就一月嘛 对啊 然后那我看一下 这个欧果 2011年 一年四月多少 星期三吧 没问题啊 那接下来有什么麻烦呢 接下来注意往上看 这是指定一个日期 我还能对当前的日期啊 或者指定日期啊 进行 偏移 就说在此基础上 如果我加两年是什么时候 C点这个方法 大家这方面一定要记住 这叫做爱的 它可以引起时间的偏移 明白吧 日期的偏移都行 比如说 我想来上一个 calendar 下单 点上一个 一二二 啥意思 在年字段上 说偏一两年呢 你往左偏往右偏呀 老师哪是左哪右啊 是吧 哎 这事得越来越加两年 对吧 大家 我现在不一一年吗 是吧 然后加了又不是一三年了 明白了吧 哎 简单到不行了 是吧 老师 我就想回两年怎么办 负二就完了 明白不 这都没什么技术含量 大家你知道的是什么呀 如果老师写上一个十一 有没有 然后我说偏移 两 隔月 几 我在让月偏移 对不 对不大家 哎 这个日期可是2011年12月2号啊 你往后提增加两个月 是不是意味着 先到了 2011年的13月呀 那是不是意味着是2012年的1月呀 再费是2月呀 OK了吗 记住了 时间是连续的 那如果你不信 我们再接着弄好吧 来一个对 杠上一个off 杠上一个mos 啊 然后呢 这里边怎么样啊 来个12天爽一下吧 大家 走你 你会发现呀 2012年1月1日了吧 我是不是在2天上加了12天呢 一加完以后 是不是就是已经到了2012年的元旦了呀 欧吧 欧的 这个日期的偏移 没什么可说的了 大家就这几个常见方法 大家需要掌握 C的 要 该的 要 爱的 三个方法 有一个事儿要跟大家说一说 就是几个小练习 第一个小练习就是 请 写一个功能 告诉我 任何一年中的2月 有多少天 第一班2月有多少天 喝出2月多少天 我怎么知道这声 有的跟我说什么 润年呀 这次背书啊 这100呀 你就动 如果想要搞这个 那得从地球的自转和公转说起 我真是这样 明白吧 自转天不就这样吗 它不断转走个误差吗 这误差积累到一定的时间以后呢 正好是差了一天 明白我的意思是吧 那就是这么回事吗 说老师这怎么弄啊 哎呦我的天 你要搞那除法都乱斗了 麻烦你知道的意思吧 万一啥呢 万一有人不懂这年 怎么办啊 睡觉啊 教大家一招 一招赐命了 你想跟我说 你的年不确定是不是 老师 重够 显示 不要 好了吧 年不确定吗 哎呦干的我本身 我放里边来我把它改了吧 好吧 我不改成这个台数了 太烂了 印的夜把年告诉我 就完事了 这谁呀 夜 我就告诉你二月有多少天 信吗 真的假的呀 我跟你讲简单都不行 看着啊 那个 二月的 时间连续的嘛 二月的最后一天的下一天是几号 你觉得我这话听不懂是吧 二月的最后一天的下一天 三月一号前天是几天 二月一 大家 这二是对我三 对吧 我直接就把你这定一个什么 叫做 某一年的三月一号 并在这个日子上 往前推一天 二零一一 是啊 二零一二十八天 二零一二 二十九天吧 够了吗 跟我一起吧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曾经有一个面子里叫做 请你给我打印出 昨天的 现在这个时刻 哎呦我的天 简单都不行 就是把你当前日期往前偏一偏 对吧 再获取十分秒就完了 OK 不过再废话了 可怜的 OK 搞定